二变数函数 z等于x平方sin y 我们可以求 z对 x 的偏导数 z对 x 求偏导数把 y 想成常数 sin y 也是常数 所以对 x 导数的话这里是 2x 常数我们就造写 对 y 求偏导数的时候 把 x 想成常数 常数造写 sin 的导数是 cos 那这个是一阶偏导数 把一阶偏导数做完以后 继续再做一次偏导数的话 这个就叫二阶偏导数 所以这个的话呢 相当于是把一阶偏导数 对 x 偏导数完了以后 我们再继续对 x 偏导数一次 所以把上面这个呢 对 x 偏导数的结果 再对 x 偏导数一次 那这些都看成常数 对 x 的偏导数 这里变成是 2sin y 那这个的话呢 这个写法 这个是对 y 偏导数 对 y 偏导数 做完以后 继续再对 x 偏导数 那我们在符号的时候有介绍过 如果要写成右下角的话 这个是 y 在 x 对 y 偏导数完了以后 再对 x 偏导数 那么前面我们对 y 的偏导数 这是 x 平方 cos y 那再对 x 偏导数 那再对 x 偏导数的话 这个是 2x cos y 那这个写法的话呢 我们是先对 x 偏导数以后 再对 y 偏导数 如果这样写是 z 的 x y 所以对 x 偏导数完了以后 对 x 偏导数 这是 2x sin y 再对 y 偏导数 对 y 偏导数是把 2x 看成常数 对 y 导数 sine 的导数 这个是 cos 所以虽然我们的先后次序不一样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做出来的结果 其实会一样 那如果 z 对 y 偏导数 一阶偏导数 做完以后 再偏导数一次 再对 y 偏导数一次 就写成这样 这个就写成 z y y 对 y 再对 y 那我们就看 对 y 偏导数的结果 x 平方 cos y 再对 y 偏导数一次 这个看成常数 cos 的导数是负 sine 所以这个呢 两个一阶偏导数 如果问你二阶偏导数的话 总共会有四个二阶偏导数 就全部都要写出来